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一船补给品来到岛上接替他的前任 然而上岛后不久 他就发现事情诡异 观测员到处不见身影 他的屋内一片破败 看上去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见此情景 男主立马前往岛上的灯塔 因为按理说那里应该还有一名灯塔技术员助手 但当他来到灯塔前 他发现塔身上插满了尖刺和武器 他看起来已经不像灯塔 而像是某种防御攻势 男主闯入塔中 见到技术员阿朗 但阿朗告诉男主 上一个观测员早死了 死因是颁枕伤寒 遗体已经被大海吞噬 虽然种种的不寻常都暗示着岛上不安全 但男主仍然坚持留下完成工作 当天他就住进了观测员的小屋 岛上的第一晚 一切相安无事 男主在前任观测员的日记里 发现了一张观测员妻子的照片 但日记的内容却堪称重口版 神奇动物在哪里 男主只当是观测员的恶趣味脑洞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谁知第二晚他就遭到了恐怖生物的袭击 第二天晚上 男主听到门外有动静 但他走上前却发现 门外竟然全是渔人般的怪物 怪物将脚掌伸进门内试探 男主一时手足无措 惊慌地躲到地下室里对付了一晚 等到太阳升起 他才敢踏出房门 而此时渔人已不见身影 沙滩上留下了无数脚印 男主猜测 渔人是有咒服夜出的习性 于是到了第三晚 男主提前在房子周围设好埋伏 等到渔人卷土重来 早有准备的男主轻松完成了反杀 只不过在干掉对手的同时 他也成功烧掉了自己的房子 上到三天 男主已经快要活不下去 只得带上武器再次前往灯塔 然而没想到半路上又杀出一只女渔人 正当男主持枪反击要杀死女渔人时 阿朗却忽然出现并阻止了他 两人面面相去僵持离会 但很快便完成了组队 阿朗同意让男主住进灯塔 而男主则分享了带来的弹药和补给 在这之后 阿朗才将岛上的情况 对男主河盘托出 原来 这座岛在人类进驻前 本来就是渔人的领地 因此在他们眼中 男主和阿朗都是侵略者 是敌人 渔人经常在晚上围剿人类 男主甚至猜想上一个观测员 根本不是病死 而是被渔人们发了便当 不过 这只女渔人是个例外 她是阿朗的俘虏 已经完全被人驯服了 男主在搬进灯塔之后 也开启了咒服夜出的生活模式 每当夜幕降临 他和阿朗都得保持警醒 时刻提防渔人的进攻 等待他们的经常是异常上激战 而到了白天 男主除了睡觉外 做的最多的就是绝望等待经过的船只 祈祷能尽早离开这个恐怖岛屿 而在男主和阿朗两人组队杀怪 阻止渔人推塔的主线之外 影片还有条奇异的爱情线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男主和女渔人产生了感情 其实与其说爱情 不如说是孤独中的泄欲 无助中的抱团取暖 片中的女渔人不会说话 但她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善意 当她看到男主受伤时 就默默帮她舔尸伤口 渔人拥有神奇的治愈能力 而在感受到这种善意后 男主也逐渐克服了 自己起初的厌恶与恐惧 她开始时不时地和女渔人聊天 虽然对方并不能听懂 她习惯了时刻有女渔人相伴 这让她在岛上的生活 不至于毫无生趣 时间久了 她也不再视她为怪物 而是将她称作神秘迷人的物种 然而女渔人的正牌主人阿朗 却和男主不同 她是个十足的暴君 长期与世隔绝的孤独状态 已经扭曲了她的心性 令她充满变态的施虐欲 与独占欲 对岛上的泉水 阿朗也要宣布拥有 她不仅非常享受虐待女渔人 没事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还经常丧心命狂地 强迫她做不可描述的事 而这一切被男主看在眼里 让她极为痛苦 既因为对阿朗的鄙视和厌恶 又包含着难以启齿的嫉妒 直到有一天 男主出门撞见了细水的女渔人 她见私下巫人 终于忍不住放纵了 自己压抑已久的欲望 和渔人完成了生命的大和谐 但这样的跨物种结合 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因为随着冬季到来 黑夜渐长 人类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而为了自保 男主和阿朗决定 进行一场渔人大屠杀 阿朗逼迫女渔人放声哭嚎 引来她的同伴 而当密密麻麻的渔人大军 涌到灯塔周围时 他们引爆了提前埋下的 大量炸药 一时间渔人大军横尸遍野 女渔人则趁乱逃回了自己的族群 而当她再次带着 幸存的族人出现在人类面前时 渔人们表示 希望能就此休战 和平共处 但此时的阿朗被仇恨和占有欲 吞噬了心智 她不能接受奴隶的叛逃 愤怒之中 她打死了一只渔人诱宰 这个行为无异于自取灭亡 愤怒的渔人们群起攻之 很快就将她生吞活泼 而就在阿朗快死前 男主才发现了她的秘密 其实阿朗就是那个消失的前任观测员 因为男主偶然间看到了阿朗的结婚照 发现她的妻子 就是观测员日记本中的那个女人 那么真正的灯塔技术员又去哪了呢 影片也在结尾为我们暗示了答案 在影片的结尾 男主已经不知道一个人在岛上生活了多久 一天 一名军官带着另一个气象观测员来到岛上 接他的班 但面对这几个人时 男主却称自己是灯塔技术员阿朗 他还用于开头时的阿朗如出一辙的方式 谎称上一个气象观测员已经死了 恭喜你 节省了107分钟又看完一部电影 影片首尾重叠的处理方式 让人产生一种熟悉的循环记事感 只不过这次陷入循环的不是时间 而是不同人的命运 这座孤岛就像一个黑暗的深渊 但将人囚禁其中的不是恐怖生物 而是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独感 不得不说 冰夫传说与水行物语确实迷之相似 不仅有人鱼猎 而且鱼人还都是被人类捕获 遭受人类虐待等等 更重要的是 这两部影片中 主角们都被迫处于一种 被隔绝的孤独状态 只不过冰夫是地理上隔绝 水行则是心理和社会上的隔绝 听故事聊电影 更多新奇的习惯电影 我们日后接着讲 喜欢扁斗的解说 别忘了点赞分享 关注留言 扫码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见片投稿合作 跟扁斗来点私密互动 咱们下期见 拜拜